今期有不少詐騙集團都在盜用藝人名聲來賺取不法獲利 Sandy日前就透露自己曾接到詐騙電話 對方在電話中謊稱她的弟弟露西派遭到綁架要她匯款數百萬元 並要她在一個小時內匯款新台幣數百萬元到銀行帳戶 電話中甚至傳出小孩哭聲 但露西派早已成年根本不可能還有像孩子般的哭鬧聲 詐騙謊言當場就被戳破 Sandy甚至開玩笑反整詐騙集團 直接回應太貴了我真的不想買 那不然弟弟就給你好了逗得全場哈哈大笑 更有一次她與爸爸吳宗憲的聲音 更是直接被人盜用組成音檔拿去詐騙高知識份子 當中有不少人因為聽見熟悉的聲音 所以卸下新房選擇出手幫忙 有十多位民眾受害 詐騙計額更是高達新台幣四百多萬元 實在是很誇張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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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